那唯一可以救他的呢 就是他怎么样可以不要再成为新闻焦点 就是郭台铭 因为等到郭台铭参选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期啦 会有郭台铭 就是我们开始看郭台铭的自己的人生小说 那大家都在等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一些啦 那我们都在等 大家都不想当第一个 因为这个故事也是非常充满的励志而精彩 他五颜六色都有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说 地方派系就是这样 你当时人家要弄好事啦 说好事了对不对 我满意了我才跳出来湘庭 所以那个时候 那时候红黑派是难得大传结 那时候本来江启臣也是不爽 可是后来还不是红黑派大传结 那团结之后 当然是接下来的利益就是你 盐宽衡延续你的 还有那个他女儿那种 盐利敏还是什么 延续你的政治生命啊 所以这次国民党停了 选了韩国瑜出来之后 你盐清彪当然也要出来大声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才叫有情有义啊 因为去年他 他在出力的时候 红黑派在帮卢秀燕选的时候 在出力的时候 盐清彪曾经有拜托韩国瑜 说你也来稍微乞着 你来乞台就我们而已 你知道韩国瑜那时候 来的台中三四趟 帮卢秀燕站台啊 所以那时候才有什么 秃子燕子那些有没有 你说盐清彪在里面穿梭 他有没有功劳 当然有功劳嘛 所以他这次当然挺韩国瑜啊 那你比起韩国瑜 跑了三四趟跟 延续他家的政治生命 跟郭台铭站站台这样 你觉得谁对他的那个 那个帮助比较大 比较当然是韩国瑜啊 对不对 这这个我们不用讲政治现实非常 而且尤其很多政治人物 都是西瓜派 我就跟你讲说像 是个比较大比的示范 那我就讲说 另外讲到说郭柯王 这个我还要讲一下 郭台铭现在 我说实在话 刚才刚才东豪形容 他说他五颜六色对不对 对真的 我现在看到这也是五颜六色 前几天就有一个 你们现在手上都有爆料了 不是啦 前几天就已经有人在提喜了 已经开始在唤醒大家的记忆了 之前他跟一个女的姓陈的 那个不是官司吗 对不对 那官司人家就讲说 不只官司而已 当初那个陈在做笔记 那个女生在做笔录的时候 还有跟法官的应对的时候 里面还有扯到很多人出来 那些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天啊 所以现在都已经讲出来了 好啦 那你郭台铭现在沙盘推演 整经基务 说青年军开始挖 对不对 可是我说实在话 你现在也都是在打空战 对不对 你打空军 我觉得觉得说 你现在光靠空战 你有办法 真的 你的议题这些牵绊 而且我说 你到时候打空战 把这些诉求出来的时候 光其他这些 我刚才讲的这五颜六色 这些议题的牵绊的话 你背就背不住 你的空军 我跟你讲那个飞机飞上去之后 马上就被牵制住 被锁定了 被打下来了 对啊 那你的陆军在哪里 对不对 我说起来 你还是要打传统选战 因为总统大选 毕竟是全台湾大家动员 所以郭台铭说实在话 你虽然有沙盘推演 可是我知道 你说沙盘推演的话 你有沒有跟你的幕僚 跟你的下面开成曝光 有哪些真正的故事 都有